葬红花的故事 作者安房侄子 翻译周龙梅 彭毅 这是初秋一个明朗的午后的故事 原野上盛开着大波斯菊 四周洒满了金色的阳光 一个小女孩在和妈妈玩抛球 对对 接得好 接得好 每当女儿接住红色的球 妈妈都会拍手 妈妈抛出的球宛如和风一样温柔 轻轻地落在了女儿的手里 可是女儿不满足了 每当妈妈抛出这样温柔的球 她就会要求道 抛得再猛一些 像北风一样的球 像暴风雨一样的球 求你了妈妈 于是 妈妈抛出的球渐渐地猛烈起来 渐渐地快起来 渐渐地高起来了 女儿甩动着头发 脸都红了 接了一个又一个 妈妈最后一个球 抛得又猛又远 红球好像燕子一样 向远方飞去了 哇 女儿欢呼着 雀跃着去追球了 她咯咯地笑着 一直追了过去 可是球跳啊跳啊 一直不停地向前滚去 她穿过树林 越过小河 爬上小山又滚下去 滚啊滚啊 怎么也停不下来了 等等我 女孩喊了起来 别追了 回来吧 女孩听到妈妈在身后叫她 可女孩装作没有听见 继续向前跑去 我不要再当妈妈的小孩子了 我想去更广阔的地方 女孩不停地跑着 很快 妈妈的呼喊声就变得像笛声一样了 和风声一起消失了 尽管如此 女孩还是不停地跑着 这时 她看见远处有一片淡紫色的花田和一座小房子 红球跳到那片花田里总算是停了下来 女孩也跟着跳进了花田 像瘫倒似的坐了下来 她正喘着粗气 头顶上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是谁 竟敢糟蹋我的花田 她吃惊地抬起头一看 原来 面前站着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老婆婆 老婆婆夸着一个大篮子 我的花全都给你毁了 老婆婆说 女孩不由地站了起来 向后退去 你看你看 又踩倒了一片不是 老婆婆扶起被女孩踩倒的花 那是一种淡紫色的花 形状像淤金香 女孩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 看着花里那如同在燃烧着一般的红色雄蕊 这花叫藏红花 是我的宝贝花呀 老婆婆说 对不起 女孩小声道歉道 老婆婆笑了 说 你要是帮我摘花 我就原谅你 女孩乖乖地点点头 摘花还不容易 女孩打开自己的围裙 把桑红花放了进去 摘满你的围裙就行了 说吧 老婆婆自己也开始摘起花来 老婆婆摘了一朵又一朵 扔进大篮子里 很快 老婆婆的篮子里就装满了紫色的花 女孩的围裙里也装满了花 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笑了 摘这么多花干什么呢 你猜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哦 是做花束吧 不对 那就是做花环吧 不对 老婆婆调皮地笑了 指着自己的家说 我要用它们来做更好的东西 你要去看看吗 女孩乖乖地点点头 跟在老婆婆的身后走去 她本想看一眼就走 看看老婆婆用葬红花做什么 然后就跑回家 可是 一迈进老婆婆的家门 女孩就把前面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 因为老婆婆的家里太耀眼 太灿烂了 屋子里挂着和阳光一样的黄色窗帘 桌子上也铺着一样黄色的台布 那黄色比柠檬还要鲜艳 比蒲公英还要灿烂 而且比月光还要清澈 好漂亮啊 女孩在屋子里跑啊跳啊的 围裙里的葬红花纷纷掉了出来 老婆婆一边剪一边说 你看 就是要多多地采集葬红花的红色熊蕊 晒干 然后再煮开 用它们的汁来染布 就能染出这样漂亮的黄色了 女孩眼睛都圆了 她觉得就像是在变魔术一样 红色的熊蕊会生出黄色来吗 也就是说 葬红花里头藏着黄色吧 是的 是的 老婆婆满意的点点头 我的工作就是在院子里种葬红花 然后采来它们的熊蕊 用来做黄色的窗帘 台布 衣服 能做黄色的被子吗 啊 当然可以了 能做黄色的裙子吗 啊 当然可以了 可能做黄色的手帕吗 啊 当然可以了 我做了好多这样的东西 拿去卖了呢 去哪里卖 离这里很远很远的东方 在地平线的那一头 有一个日出城 住在那里的人们都穿着和阳光一样颜色的衣服 日出城 女孩的心中立刻就充满了憧憬 我也想去那里看看 于是老婆婆就说 那你就当我的女儿吧 咱们一起去怎么样 我也正好一个人孤零零 好寂寞 女孩笑了 点点头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 老婆婆也像开玩笑似的笑了 然后老婆婆又说 那么咱们就来一起染布吧 我要给你做一条长长的黄发带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来 你来帮我一下 把雄蕊都装到这个袋子里 老婆婆把一个小白布袋放在了桌子上 女孩将围裙里的花全都倒在了桌子上 然后把花里的红色雄蕊拔下来 放进袋子里 当袋子里装满了雄蕊 老婆婆便拉开窗帘 把那只布袋子挂在了窗框上 然后便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风呀风 远野的风 快来快来快来吹 把我的藏红花快快吹干 于是窗外的花田就涌起了波浪 起风了 装着藏红花的白口袋摇了起来 紧接着 老婆婆开始准备染布了 只见她将水倒到一个大锅里 放到了炉子上 又看了看挂在窗户上的那个装着雄蕊的口袋 点点头 行了行了 已经干透了 她把袋子随手扔到了锅里 不一会儿 锅里的水就变成了黄色 来 我来给你做发带吧 老婆婆从兜里掏出一条长长的白布 轻轻地扔到了锅里 白布立刻就被染成了鲜艳的黄色 老婆婆将水淋淋的黄发带挂到了窗子上 又唱起了歌 风呀风 原野的风 快来快来 快来吹 把黄发带快快吹干 于是 风又穿过原野 沙沙地吹了过来 摇动起黄发带 黄发带立刻就干了 老婆婆还让女孩喝了茶 吃了糖果 糖果是像月亮一样圆的布丁 老婆婆把用藏红花染的黄发带 轻轻地系在了女孩的头发上 哎呀 好可爱呀 这样你就变成我的女儿了 心灵也好 身体也好 都会变得轻飘飘的 心灵和身体 啊 这么一说 女孩还真觉出来了 从刚才吃布丁的时候起 女孩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飘飘悠悠地浮了起来似的 现在一系上黄发带 女孩更觉得快乐得不行了 女孩唱起了歌 还随着歌声 在屋子里跳了起来 她绕着大桌子转圈 还跑到窗边去摇动窗帘 她不停地蹦呀蹦呀 像个陀螺似的咕噜噜地 转呀转呀 跳个没完 不知不觉中 女孩变成了一只黄色的小鸟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婆婆笑吟吟地伸出双手 轻轻抓住小鸟 然后把黄色的小鸟 放到了金鸟笼里 锁上了 天相当黑了 当秋风变得冷嗖嗖的时候 一个女人来到原野上 那座孤零零的房子前面 有人吗 有人吗 女人用力地敲着门 门打开了一条细缝 一个穿着黑裙子的老婆婆的脸 露了出来 有什么事吗 有没有一个女孩来过这里 皮肤白白的女孩 头发有这么长 大大的眼睛 呀 没有来过 老婆婆冷冷地摇了摇头 目光冰冷地说 我一直是一个人 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连只老鼠都没有来过 女人也死死盯着老婆婆的眼睛 她心里在喊 你说谎 她在说谎 她把我女儿藏了起来 因为她太可爱了 所以就把她给抢走了 因为我有证据 妈妈刚才在花田里找到了红球 那孩子是去追求的 既然球在这里 她就肯定来过这里了 不过 这个妈妈可是一个聪明的妈妈 她可不想在这里和她吵架 她想 我要想办法进到屋子里 找到女儿 然后 两个人一起逃掉才是上策 于是 她说 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我到处找孩子 累死了 行啊 请进屋吧 老婆婆点点头 把女人让进了屋里 屋子里点着煤油灯 在没有灯灯光的照射下 黄色的窗帘和黄色的台布 看上去宛如梦境一般美丽 哎哟 您家里好漂亮呀 多么奇妙的黄色呀 把婆婆得意地点点头 说 是用院子里的藏红花展的 这是魔法的黄色 说着 她从兜里掏出一把剪刀 从窗帘的一角剪下一块小蝴蝶形状的布 然后放到手心里 轻轻一吹 你猜怎么样 布蝴蝶立刻就变成了一只真蝴蝶 翩翩飞了起来 看哪 还有一只 老婆婆又剪下了一片窗帘 又做了一只蝴蝶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小蝴蝶一只接一只地被剪了下来 老婆婆每吹一口气 就会有一只飞起来 无数的蝴蝶围着桌子飞了一会儿 就从窗口飞了出去 消失在藏红花田的远方了 这样的魔法谁都能行吗 妈妈叹了一口气 问道 行 因为藏红花的黄色 是魔法的黄色 说吧 老婆婆就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开始做起针线活来 我帮您做吧 妈妈说 我很会做针线活 让我用您染的黄布 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吧 你不是要去找孩子吗 天已经黑了 现在去找也肯定找不到 今天晚上就让我住在这里吧 明天再去找 一边说 妈妈一边悄悄的像乌角的鸟笼撇了一眼 黄色小鸟的目光和妈妈的目光相遇了 小鸟突然尖利的叫了起来 妈妈担心起小鸟来 就问 这只小鸟也是用黄布做的吗 老婆婆摇摇头 那可是只真鸟呀 是用更好的魔法做的 这下妈妈明白了 那只小鸟也许就是我的女儿 妈妈望着小鸟静静地点了点头 老婆婆打开房间的橱柜 取出来一大块黄布 那么 你就用这块布给我多做一些手帕吧 针线和鲜刀在这里 把这块布剪成一块块手帕那么大 再给我锁上漂亮的花边 妈妈点了点头 她就将黄布剪成一块块手帕的大小 然后 手再穿针引线 脑子却飞快地转了起来 那只鸟笼上了锁 真是的 一个金鸟笼还用荷包锁给锁上了 妈妈一边给手帕锁花边 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把小鸟从鸟笼里救出来 如果能偷偷地把那个鸟笼弄坏就好了 这时 妈妈想起了刚才老婆婆说过的一句话 赞红花的黄色是魔法的黄色 妈妈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当她的目光落到了刚缝了一半的黄手帕上时 她想 它们也许会成为魔法的手帕 如果真是那样 也许会听我的话 这时 妈妈的心中一下子亮了起来 妈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一个人笑了起来 连忙又锁起手帕的花边来了 妈妈一边用手缝着 一边唱起了摇篮曲 这是一首为了哄女儿睡觉 妈妈每天晚上都要唱的摇篮曲 一听到这首歌 女儿就会渐渐地合上眼皮 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歌 于是 鸟笼里的小鸟就站在漆木上 一动不动地睡着了 那只小鸟肯定是我的女儿 它能听懂我的歌呢 妈妈想 可是现在 妈妈想用这首摇篮曲 哄另外一个人睡觉呢 她就是那个老婆婆 那个坐在屋角的摇椅上 膝上盖着黄布 出神发呆的人 妈妈继续深情地唱着摇篮曲 听着听着 老婆婆开始打瞌睡了 老婆婆的摇椅和着摇篮曲的节奏 慢慢地摇着 当她膝上的那块黄布掉到地板上时 她已经在轻轻地打憨了 妈妈静静地点点头 一边继续小声唱着摇篮曲 一边锁好了所有手帕的花边 这时 妈妈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只见她把手帕折呀折 卷呀卷 费了好大的劲 最后 终于用手帕做成了一只老鼠 手帕老鼠又胖又圆 头上还有两只小小的耳朵 再给你缝两只小眼睛吧 妈妈又在针眼里穿上黑线 给黄色的老鼠缝上了两只圆眼睛 你猜怎么样 一缝上眼睛 老鼠变像活的一样了 一对小眼睛闪闪发亮 看上去就像是在思考什么似的 藏红花的黄色是魔法的黄色 妈妈嘀咕了一声 接着 朝那只黄色的老鼠吹了一口气 于是 老鼠的耳朵动了一下 嘿 老鼠这不就活了过来吗 妈妈来劲了 做了一只又一只新老鼠 黄色的手帕折呀折 卷呀卷 最后 再缝上黑色的眼睛 轻轻地吹上一口气 新出生的老鼠可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 它们东窜西窜地在地板上跑开了 等凑够了十只老鼠 妈妈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把老鼠们集中到了一个地方 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命令道 去咬那只鸟笼 悄悄地把它咬坏 于是 手帕老鼠们一起朝乌角的柜子跑去 它们爬上柜子 开始咬起鸟笼来了 那是一只金鸟笼 怎么咬都咬不坏 妈妈跑过去鼓励它们 你们可是魔法老鼠呀 加油 加油 魔法老鼠 老鼠们只要一动 挂在鸟笼门上的荷包锁 就会哗啦哗啦地响 每次都把妈妈吓出一身冷汗 它不住地朝睡在摇椅上的老婆婆望去 然后又跑到老婆婆的身边 轻声地哼唱一遍摇篮曲 黄色的老鼠们还在不停地咬着鸟笼 可是鸟笼实在是太结实了 即使是魔法老鼠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咬开的 十只老鼠集中在鸟笼的一个地方 不停地咬着金格子 妈妈祈祷时地看着它们 屋角的小煤油灯微微地燃烧着 在灯光的照射下 黄色的台布变成了金色 要累了吧 妈妈轻声地招呼着老鼠们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块奶酪 来 吃吧 妈妈把奶酪掰成一个个小碎块 放到了桌子上 老鼠们爬上桌子 把奶酪吃了个一干二净 吃了奶酪的手帕老鼠 好像是胖了一点儿 太好了 太好了 妈妈想 然后她悄声地对老鼠们说 去咬那只鸟笼 不停地咬 把它咬破 老鼠们又开始咬起来 夜深了 挂中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就这样 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当屋子快要亮起来的时候 鸟笼的金格子终于被咬断了 正好咬出了一个 可以伸进一只人手的洞 里面的小鸟醒了 啾啾地叫着 妈妈朝鸟笼跑过去 这时 老婆婆也醒了 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你在干什么 老婆婆大声地叫着 就在这时 妈妈已经把右手伸进了鸟笼 抓住小鸟 飞快地踹到了衬衫的怀里 然后 她推开屋门 光着脚跑到了外面 老婆婆乱嚷乱叫地追了出来 可是 妈妈已经跑到了 藏红花的花田里 藏红花被黎明的风吹得沙沙的摇曳 还齐声唱起了歌 跑呀 向东 向东跑呀 一直跑到日出 妈妈跑呀跑 一直朝前跑去 实际上 她根本就分不清哪边是东 哪边是西了 只是在原野上一直朝前跑去 她知道老婆婆从后面追上来了 可是她不敢回头 妈妈怀里的小鸟温暖极了 妈妈还在不停地跑着 妈妈的心脏都快要裂开了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脚 当她翻过一座山 又爬上一座新的山时 远处的地平线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 很快 妈妈就被美丽的金光照亮了 远远的 有数不清的人穿着耀眼的黄衣衫 展开宽大的袖子就如同一面长长的墙一样 渐渐地走了过来 他们似乎还哼唱着什么 妈妈睁大了眼睛 想好好看看那些人 可是太晃眼了 看着看着就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 妈妈用双手护着怀里的小鸟倒在了地上 那些穿着黄衣衫的人围住了妈妈 他们蹲在妈妈身边 不断地向她吹气 还有人脱下一件黄衣衫 盖到了妈妈的身上 虽然失去了意识 但妈妈还恍惚知道这些 啊 我也许会死掉 妈妈想 可我总算是救出了女儿 这回 她只觉得眼里金光四射 彻底昏了过去 当妈妈醒过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倒在了草地上 身边是小小的女儿 她已经恢复了人的形状 也倒在那里 女儿脸蛋红红的 静静地呼吸着 她的头发上 有一条松开来的黄发带 轻轻地飘动着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四周一个人也没有